夜深的營火晚會落幕前 有著許多不捨的眼淚 有的淚水只敢含在眼眶裡打轉 有人直接投入志工的懷抱 大聲哭了出來 流淚的有他 有他 還有他 這些小孩的眼淚不是難過 其實就是感恩的淚 感恩那麼多安利志工無私的陪伴 安利愛 陪伴 成長 夏令營 不管參加的是50歲還是15歲 全都用兄弟姐妹稱呼 希望用最年輕的心互相陪伴 櫻花晚會是三天兩夜的重頭戲 太陽才剛下山就傳來彩排的吉他聲 哇 彈著吉他的是士林哥哥耶 一旁雲林喝料村的小朋友 也在琴練歌舞 入夜點燃營火開始陷入狂歡的氣氛 有歌 有舞 不用擔心 在琴琴滿頭汗的家 就是我 也有快讓小朋友笑翻的戲劇 更有溫暖大和唱 中夜過一夜中 有過沒有過錯 還記得堅持什麼 真愛 這裡我要非常地感謝我們的直銷商 像我們士林哥哥 還有我們這次我知道這幾天 都有很多的直銷商夥伴 能夠來支援 支援這樣的一個活動 但是我覺得在這一個的活動裡面 我覺得彼此小朋友快樂 我們的直銷商跟我們伙伴也快樂 因為我們都知道 我們希望透過能夠幫助大家 能夠成功 我們才能夠快樂 我覺得人要懷疑這一個感恩的心情 這樣子你這一輩子裡面 我覺得才會有更多的人幫助你 這些眼淚是感恩 感念和感動 緊緊的擁抱是希望小朋友 永遠不要忘記以後也用力的擁抱別人 在擁抱中有個小女孩 一直問著安利的哥哥姐姐 要怎麼樣才能加入安利 孩子還不到時候 但是安利會一直陪著你長大 安利新聞 廖一芬 陳柏偉 金山報導 好